所以孩子的管教问题要怎么样管呢 中国很多未成年的孩子 这几个月心情都不是很好 因为为什么呢 没有电动可以打 官方开始限制大家玩游戏的时间 只有五六日的假日可以玩 而且还只能玩一个小时 好那现在呢 腾讯跟网易两大公司最新发公告说 元旦假期未成年呢 每天限玩一个小时 那因为中国的元旦假期 比台湾还多了这个星期一的一天 等于是星期一 你可以多玩这个一个小时 你四天上来可以玩四个小时 让很多孩子很安慰的说 感谢党恩 好有玩至少比没得玩好 那另外来看看呢 南韩总统文在寅呢 现在呢 以这个前总统普警惠的健康因素 来宣布特赦 那包括剩下来150亿的罚金 也通通不用缴了 今天凌晨正式来生效 那普警惠出狱之后呢 也将会住院治疗到明年二月份 那除了辩护律师 还有手术人士以外呢 普警惠也不能接见外部人士 好 另外是